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朋友各位 來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這局吧 好了 這局的對面主要是看對面 因為我這邊就只是一個單純的星骰而已 如果有看那天直播會發現這局我滑水了整場 我想要做點什麼 但是什麼都沒辦法做 完完全全很倒楣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對面吧 那等於是說完完全全是靠對面的打法一個人打上去 而我這裡是協助了一個寂寞 因為我這裡帶來是星骰嘛 任何骰子都沒有 我的整隊都沒有一顆可以輔助到對面的 那我帶來的地圖是航海圖 如果我覺得打得要更高的話 應該是要配上天國天堂應該會更好 不過本身對面有月亮啦 所以其實天國天堂也沒有到那麼急需對不對 而且對面的月亮我必須要說一下是11等月 那組合連擊骰是10等啦 所以說組合連擊還是本身就可以打的 不過因為他11等月的情況啦 我覺得才有辦法到這麼高 好了講他的結果他最後是來到了71回合 光靠一個人 因為我這裡是完全沒有輔助的喔 唯一的輔助沒有 對唯一的沒有 就是全棋幫他打快 我千棋打得比他快 就這樣而已 到後期我這裡已經完全沒力了 除非我有點亮 那我點亮的唯一的協助方式 就只是打得更快而已 因為對方可以打掉 所以我這裡也一定可以給他打掉 而且我還沒有辦法滿心 所以對面的傷害一定會比我高 好來吧 第五回合了 那整體下來我必須要說一下 連擊還是可以用的啦 像是以單人而言的話 如果今天單人沒有要掛機的話 想要挑戰自己的極限的話 連擊月亮還是標配就對了 當然這個時候等級就吃非常非常的重 好 我這裡可以看到我這邊 直接長出了一個七星的營養 難怪我就崩潰等15關之類的 好 但是我這邊就不是重點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對面去怎麼操作吧 然後他的combo數大概是什麼 因為對面是咱們的1234了 來 走唄 來吧 咱們就給他到第一個砍 好了 如果算是新手們 或是沒有骰子的 沒有齊全的話 可能會遇到第一個砍 就是咱們41的雙王 然後第一次遇到轉王 基本上每一次的雙王都是一個砍就對了 如果這個遊戲沒有雙王的話 沒有轉王的話 沒有轉的話 應該只要靠原子就可以打到無限遠了 基本上 只要靠原子就夠了 但是就是因為轉王 把原子的無限遠給扛住了 OK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這邊瘋狂的被轉 但是對面活生生的直接把對面給轉 打掉了 因為大家來到46康 還有一個七星月 就算這個月亮 我看一下有沒有點當 他沒點亮的情況下 還是可以把王給處理掉 不過那個傷害滿明顯 有下降的打得比較久 所以說現在王出現 就一定要點亮才可以的 因為畢竟 我們有給對方任何輔助 如果這個時候 我給對方輔助的話 而且對面弄出了一個七星組合 七星連擊 配上七星月亮 好啦 基本上是很像 而且他的月亮是11等的 11等的話還沒有到滿數 就差一點點了 可是滿不滿數呢 其實那個傷害差的非常非常的多 因為這遊戲滿數的話 很像是可以加到95% 是等於是說你的攻速的間隔 減少了95% 只有5%的攻速間隔而已 所以代表說你的攻速 攻擊力是上升了20倍 很像滿是這樣子 沒錯啦 但是實際上如何呢 嗯不知道 誰叫他的訓練模式一直不出來 我一直在靠北他的訓練模式 我就看他訓練模式 什麼都會出來就對了 而我這裡呢 還在非常認真的去搞我的心閃啦 希望讓他有一點功能 但是我的七星呢 還是給我他媽的卡在那裡 我還是很用力的 再搞就是了 好 對面現在4-4回合 來到53康啦 正常情況下 如果有輔助有給錢的話 應該是可以拉到兩倍以上啦 如果今天存給錢的話 應該是兩倍左右 那如果今天我還配 欸對這個時候 因為這是上一個版本啦 如果這個版本的話 會不會有在幫對面配上泡泡骰的話 有可能會走到更遠 因為至少能夠幫忙輔助一下 因為可以看他現在七星月跟七星組 這個傷害到底有多香啊 真的是香到一個不行 好啦沒關係 來我們就直接到後面去第二個坎 看一下唄 來吧 我們到第二個坎就是第55回合啦 那這邊呢 他的combo數是來到了62康 卡在這裡 所以真正靠自己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對等的 就是幾回合大概就會到幾康 當然是錢起來 後面的話金錢一定會跟不上 那我們還是配上這個地圖 所以錢可能會再比平常更多一點 55回合62康直接給他秒掉 活生生還看不到他的攻擊血量就沒了 來我們這邊來看一下我們這邊怎麼搞吧 好到55回合 我這裡還是沒有任何的用處就對了 我想要做點什麼 但是什麼都沒有 但是我的星骰打下去傷害還是蠻痛的嘛 他的每20秒會有一發星骰下來 大家應該知道吧 算是一個星骰的小被動啊 不然星骰真的是有點慘 最早期最早期的星骰是連攻擊都不會攻擊的 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印象 是改了不知道幾百次之後才會攻擊 然後才有一點點的被動的能力才可以給他 在沒有點亮的時候還可以有一點點觸發 讓他效果更過分一點點更香一點點 但是也沒什麼用就是了啦 好57回合那我們再到後面去看一下唄 好那我們這邊停在一個蠻奇妙的位置啦 對我們停在了6021回合這裡 原因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星骰終於他媽的點亮了 對我到了61回合才有這麼一點點的用處 不過我的星骰的星數只有來到61星啦 而且中間還有一顆一星二星的 我覺得星骰最好是平均會比較好 雖然說我如果點到三顆七星的話 那個傷害會非常過分 他是根據你點亮的那三顆去掉落他的星星的數量 好可以看到這個時候我的用處就是 加速了一點點推兵的效果跟打王的效果 可以看到沒有用耶 對耶沒有用耶 就算我今天然後我還是被吼掉了 然後又沒有了我們來感受一下 對啦今天星星星出的不夠的話 可能還是沒有辦法把小兵處理掉 你看我這邊算有辦法打死小兵 但是沒有辦法打得很兇殘 我的星星其實是里里落落的掉下來啦 其實沒有很多 現在又給他卡出了我還是真的沒有什麼用 你知道嗎 我們來感受一下我這個星星會卡到哪裡 好了至少 至少這次一整段影片裡面 我是唯一有那麼一點點出力的地方啊 他的小丑變成一個三星小丑 什麼都沒有有沒有那麼誇張 不要三星小丑結果就給我出現一個三星小丑 我現在還是沒有任何的傷害就是了 我現在也只能給他搞下去啦 反正我的錢那麼多 你說是不是我有兩個成長啦 所以基本上星數都會到很高就對了啦 好那對面這個狀況有點危險 因為對面的星星是對面的月亮有點暗下來了 所以打王的話速度有點不夠快 而且對面有三星月亮 三顆三星月亮兩顆七星的連擊 這也太香了吧 這個組合其實以這一局而言 他是香到一個爆炸就是了啦 雖然說我沒有辦法輔助他 如果今天輔助他的話這個組合應該更屌 你知道嗎應該更屌應該更屌 好那66回合我這裡應該就給他卡住了 因為我的小丑給他卡在那邊 我什麼都不能動 我這邊選擇的複製一下 搞了一下把我的小丑給他弄掉 合成上去還有一點點的機會 看我的破層還有沒有辦法再搞一下 再搞一下多少來點幫忙啦 可以看到啦就算我今天星星打下去的話 我的星星還是沒有辦法把他給滅掉 他還是有一點點的血量在這裡 對一點點的血量在這裡 這個時候應該是靠多星的情況下去把 去把他的血量最後的血量給他打掉才對 所以這時候應該 應該就是1234講的那個 星星還是不是打最大傷害 一樣是打當前傷害 不過他可以打的很多 因為他也是太多太多發了 好68回合了 其實現在蠻危險的 因為等一下轉王就要來了 我這個破層還在那邊 對耶我以為可以給他過去 我還有點有點用處 結果沒有了 因為轉王又要來了 69回合被轉了 我好不容易有點用處 結果我才打了幾發又沒了 好啦然後我們這邊的王的血量 應該還有100多萬D 這個時候就不是我能處理的 就只能靠對面了 而且我這邊的星星真的是 爛到一個慘就對了 我全版面都被轉爆了 真的是有那麼一點慘 好來到70回合了 對面還是可以 對面的月亮有點點暗了 不過因為是小便的關係 所以還可以啦 如果這個時候是12月的話 就算是點暗的情況下 其實傷害也蠻過分的 但是如果再點暗又是滿數的話 我覺得應該要來到13月 甚至14月才可以 不過那已經是非人類的階段了 太貴了 真的太貴了 那真的是太可怕了 太難得了 好來到71回合了 咱們的魔術師血量來到了1億6千萬 對面還是秒掉 這個時候對面二王已經可以放技能了 蠻危險的啦 77combo配上七星月亮 他這邊月亮已經可以按下來了 我還看不到他的傷害 我們來感受一下 10等組合配上七星月亮的情況下的話 他的暴擊沒有 他沒有點亮 普攻打一下是58000多D 他沒有點亮 只要有點亮的話傷害是可以過去的 但是點不起來卡骰了 卡骰了 如果這時候去拼一下呢 他沒有選擇拼 沒了沒了 不過也夠了也夠了也夠了 有那麼一點可惜啦 如果 我覺得應該是還可以再上去啦 不過再上去可能也沒有辦法到 差不多就這個位置了 頂多頂多到83吧 應該是到83 因為剛剛已經點亮的情況下 惡王還是放技能對不對 等於是只要惡王出現轉王的話 就有點危險 但這個情況下呢 我今天運氣很好的 惡王都不是轉王 那就是到83回合啦 OK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PFY 我們下次再見 3 2 1 掰掰 如果什麼組合想要跟我分享 或跟我一起演示的話 就在Discord裡面私下留言給我吧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另外Discord群已經開放了 如果想跟我聊天 或跟我一起玩的話 歡迎進來吧 雖然我不想出現就是了